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老年人都有听力相向的问题,本以为是年纪大导致的, 但大家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个可能,那就是身上的毒素超飘的表现。 传统的中医认为,耳朵是肾脏健康的外部表现, 肾脏好的人听觉也会比较良好的。 如果肾脏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容易出现听力相向的问题, 并且会有耳鸣耳痛的症状,尤其是肾脏毒素超飘的时候, 这种情况就会更加的严重。 众所周知,肾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 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验和电解质的平衡。 很多人因为饮食生活不规律,导致肾脏交道就出现了问题。 其中常见的问题就是,药液浑浊, 药液的清晰与否和泡沫有多少的关系。 当尿的泡沫突然增多,说明尿中蛋白度比较高, 出现这种情况问题,有可能是肾脏出现了问题。 另外,当我们的下巴长痘了, 特别容易疲倦,眼角浮肿,腰膝酸软,背又痛, 并且有脱发这种情况的出现, 说明肾脏毒素过多的表现了。 人体有80%的毒素是通过肾脏排出的。 一般人在30岁以后,肾脏就会慢慢的萎缩, 排毒功能开始衰退了。 毒素消耗了肾脏的能量, 肾脏堆积毒素之后,排出多余的液体能力就会降低, 所以肾脏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出现。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排肾脯的方法, 方法真的是超级的简单, 用过两到三次就可以排出成年的肾脯, 经常的食用,还可以维持肾脏的健康。 下面随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肤灵是一位比较常见的中药, 它也被人们叫做育灵。 松鼠,对于我们身体有特别好的保健作用, 一般用于来治疗一些疾病。 肤灵能够很好地促进消化功能, 它里面含有的膳食纤维比较丰富。 这种物质能够帮助促进肠胃的蠕动, 加快地帮助食物消化。 肤灵里面的物质, 也可以将体内的代谢废物和毒素排出, 排毒清肠。 肤灵里的一些药物成分 也可以治疗因炎症引起的一些肠胃疾病。 肤灵性平和, 沥水渗湿而不伤症气, 可以有效地缓解小便不利, 水肿,体内湿寒等症状。 肤灵里含有肤灵多糖, 各种维生素, 还有就是C代表的味量元素。 肤灵这些物质被我们身体吸收之后, 能有效地增强人体饱和体液细胞的免疫功能, 这样就能够很好的提高骨髓的造血能力啦。 并且肤灵还能够起到抗肿瘤的效果, 它会有这样的功效, 只要因为肤灵里面含有的肤灵多糖, 对抑制肿瘤有一定的效果, 它能够有效地抑制肿瘤患者的症状, 可以很好的抗肿瘤。 在治疗肿瘤的时候, 患者可以直接用肤灵作为辅助治疗的手段, 肤灵还能有效地养心安神, 临床上中医常用肤灵来帮助病人 调理心神不安、心悸失眠、 多梦、抑郁等症状, 并且肤灵还能够有效地排解体内的湿气, 对于脾虚、弹湿患者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再准备时刻的枸旗, 枸旗被认为硅肝肺经, 主要功效为滋补肝肾, 能够有效地帮助肝脏和肾脏排出毒素。 枸旗富含多重的营养物质, 枸旗中含有的枸旗多糖它的主要成分, 具有保肝肾的功效, 并且能够增加肝肾的排毒能力, 具有抗癌降水质的功效。 我们在买枸旗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下, 不要买颜色特别亮丽的枸旗, 那样的枸旗可能是染过色的枸旗, 最好选择颜色发暗并且不亮的枸旗, 这样的枸旗一般没有被硫磺熏过, 这起来比较放心。 我们撑洗枸旗的时候可以加入一勺湿盐清洗, 再来一勺面粉, 面粉具有很好的吸附作用, 因为枸旗表皮有很多的灰尘杂质, 不好洗的。 加入面粉可以吸附里面的脏东西杂质, 这样洗的枸旗特别的干净, 加入湿盐可以减脏的杀菌消毒, 加入面粉湿盐起的枸旗特别的干净, 所以要比较放心。 我们先把茯苓倒入锅中, 加入清水多来一些, 让盖子温煮30分钟。 茯苓比较硬的, 煮的时间长一点, 更能激发出作用。 茯苓煮好之后, 再把枸旗三分干倒入锅中, 再温煮3分钟。 枸旗三分干不要煮得太久了, 煮的时间太长了, 营养会流失的, 口感也不是很好。 煮好就可以倒入杯中直接喝了。 肾脏排斗的最佳时间为5点到7点。 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喝上一杯山药丧肾枸旗水, 可以很好地帮助肾脏排出毒素, 同时可以强健肾脏, 维持肾脏的健康状态。 经常喝还可以补血补气, 养肺无需发, 对头发早败很有帮助的。 想要更好地维持肾脏的健康, 除了喝着到山药丧肾枸旗水, 平时也要通过慢跑或者是快走的行驶, 促进肌体的代谢, 帮助肾脏排毒, 肾脏为先天之本, 肾好坏决定我们的身体健康的程度, 以及生命的长短。 所以养活好肾脏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好,家人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请您帮我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下方留言加一。 我每天都会分享便宜的养生知识与您分享。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是小安,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